今天开箱的日潮单品是Column刚发的一条宽松锥形的赤耳圆牛 我已经有好几条日产圆牛了 但是还是坚持发售就秒入了这一条 原因是仔细想一想 很难找到这样一条既是宽松垮穿 又是面料靠谱 能随着穿着慢慢落色 慢慢痒的牛仔裤 这一次呢 长谷川昭雄果然就发现了这个空白 二三秋冬开机单品里 宽松赤耳圆牛 这不就来了吗 版型不用说了 既然是Column 那肯定就是休闲宽松 而且当身坐长 腿围整体也加宽 以及依旧保持俐落的锥形感 面料上呢 安排上了14盎司的赤耳牛仔 虽然啊不确定产地是不是日产 但是仔细看下面料呢 实际呈现出了涂凹不均匀的纹理质感 是不是也有点所谓的老式织布机的质感了呢 之所以说啊 这是一条能够养的牛仔裤 我仔细看了一下 裤脚边上 腰部或者是口袋的连接处呢 已经出现了轻微落色的效果 有点期待啊 养出属于我自己的蜂巢和猫须了 其他的细节呢 还有腰间配备的抽绳腰带 也是牛仔面料的 左腿上的二三刺绣 都是今年品牌的常规操作了 总体来说 City Boy养牛这一手操作啊 确实没玩过 很有新鲜感 最令我意外的是啊 是这样一条独家的裤型 价位呢 就只要一万多日币而已 这个性价比啊 看来是Column这样刚成立的品牌 很想优先把口碑做起来 明显能感觉到 长谷川比在Nautica Japan时期啊 用心多了 那么就来看一看上升 给兄弟们参考一下尺码吧 只有áve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